习近平26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印尼总统左柯维多多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陪同左柯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经济统筹部长 军乐团奏印中两国国歌 左柯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他还将出席国奥亚洲论坛2014年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左柯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总结中印尼关系发展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两国未来合作做出了规划和部署 以至今时期向前发展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习近平欢迎左柯访华 并出席博奥亚洲论坛年会 第一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 战略中方愿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思路基金等支持印尼发展海上高速公路 积极参与印尼港口高铁 左柯表示印尼和中国地理相近是亲密的朋友 进入21世纪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印尼和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世界各国应以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为契机 呼吁停止暴力 通过对话解决热点问题 印尼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万龙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 当前印尼